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既定的规律 像是太阳西下后月亮升起 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不已 地球与行星按照一定的轨道持续地自转和公转 水从上往下流汇成溪 溪又汇成河最后流向大海 自然界的奥秘让人游身敬畏之心 而在创造这奇妙世界的神与人中间 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 神爱你 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 然而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没有经验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呢 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 所以不能知道并惊艳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 神创造人 原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 但是因为个人偏行几路背向真神 以致与神隔绝 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 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罪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 虽然人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 就如善行 道德 宗教 哲学等来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 但是总得不着 而连接着深渊的唯一道路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 神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 沟通了两者之间的神渊 而且耶稣照着圣经所应许的 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神何等爱我们的证据 然而 只知道以上三个定律还不够 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惊艳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我们可以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 耶稣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 就可以开始与耶稣之间的来往 这两个圆圈代表两种生命 自我管理的生命是 自我在生命的宝座上 基督在生命以外 人生的各项活动在自我管理之下 时常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 基督管理的生命是 基督在生命的宝座上 自我退下宝座 人生的各项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 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 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呢 而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呢 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 祷告就是和神交谈 请以真诚的心 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 神知道你的心 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 过于你的言语 下面的祷告可做参考 神啊 我需要你 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个祷告是否合乎你的心愿呢 如果是 请你现在就做同样的祷告 基督就会照着他的应许 进入你的生命 如果你诚心地做了这个祷告 耶稣现在就在你的心里 而你的生命也发生了许多改变 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你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 而且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如果你希望在与神的关系里有更多成长 参加教会是很重要的 几根木材一起燃烧就会光热倍增 若将一根抽出放在一旁 热火就会熄灭 你和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也是一样 请主动到附近 去参加尊崇耶稣基督 并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 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参与教会生活 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耶稣基督 并经历到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